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身边总会有一性的嘛 然后正好你在结婚年龄嘛 最好这个年轻的女孩子 最好在 那我觉得这个很正常 但是呢你现在不是 其实我觉得还是你遇到的一性 没打没跟你的修行的那个力量 没达到他比你厉害 知道吧 如果真的你一下子那个元首了 我觉得看你目前的修行功夫 你肯定跟着他走了 你舍去的全是你还不行的 就是你还没有真的爱上他的那种 就是你觉得 就是真的来到身边了 你还没有觉得达到你的心 因为我们 你还别说等你们修行到 打成佛指的位置的时候 你们的心太厉害了 很高 很难有男人买足你们的心 就是今天三号才说女的 男的也是一样的 很难看到有女孩子能够让自己 因为你们的心是佛 是圆满的 是很美的 就是你觉得你的心像月亮一样 就是圣洁完美 因为你在把习气静一静 你会觉得没有 这世界其他人 只要他是自私啊 习气一放 一露出来 你就觉得 阿掌 你就觉得配不上你那个月亮 是吧 你很难去看到真正 这也是现在很多年轻人 如果愿意休息 就很难找到合适的啊 这个也没有错啊 你就是其实真的是很难就是配上 你要是真的是有 你还头脑中还有着现代人 你是一个大臣修行者 但是你的头脑中还有着 一个俗 世俗女人的想法 说是找一个男孩子靠一靠啊 我疲惫啊 让他帮我啊 然后给我带来名利钱财 这些东西啊 我相信你会独生的 当你的内心在大臣佛子的菩萨的角度 当你的内心已经自己觉得自己 圣地开始圆满 开始驱出息气的时候 知道吧 你坐在那的时候 你未来的选择就是同行伴侣 知道吧 你一定要把这个位置 因为你的要能满足你的心的 就是道就是同行道友 或者就算他不休息 但是能够给你共同承受 他能触动触动你 但其实这里边也当然是 更多的是有缘的缘分的啊 但是呢 你也现在 现在有些人 大家谈恋也不结婚 是吧 这个缘 有缘 我这些谈恋就结束了 是吧 也能了是吧 因为现在不像个古时候了 借个面是吧 一定要 借个面 还要什么 什么三枚六正的 什么 最后才能结婚 才能了这个缘 现在借了面了 看了三天 我把缘了 是吧 结束了是吧 这也有可能 最主要是 重新看待你的爱情 重新看待你的生命 就是女孩子 就是 你一旦把自己放在 大乘菩萨的位置 你 看不起的角度就不一样了 你的 在地球上的位置 在生命中 你的位置定位 你是谁 是吧 如果你真的想休息 真的想承道 那么 先把自己放在 大乘菩萨的位置上 知道吧 一旦你定位了这个 其他的都 慢慢在这个阶段解决吧 但是这个你别想 一开始就受到身边 除非你妈 你爸身边的人都跟你一样 也在学大乘菩萨 如果没有 理解你还是比较难的 就是说 嗯 就是觉得这个角度好像有点问题 真的 嗯 其实所有的女孩子 男孩子 其实也不是说现在单身不想结婚 就是找不到自己要的那个 太多的一个人能打发是互联网的发达 大部分时间没有 都在互联网上了 是吧 他没有太多的时间拿 就是一个人 他也孤单 网上什么都有啊 所以 所以有时候他坐在网上 他就完全就会成立网络的时候 他已经不需要有一个人陪着了 网络就可以陪他 所以他不需要男朋友女朋友有时候 而且谈恋爱觉得还 两个人不停的谈谈谈 还挺浪费时间 很多都是到一定时候 是吧 父母逼得不行了 两个人走到一起说 咱俩结婚了 我妈逼我 他说我妈也逼我 那就直接拍摆就结婚了 结婚了 没准过来就累了 挺累的知道吧 因为大家了解什么都不够嘛 正因为这样 内心更渴望一份圣洁的爱情 完美的圣洁的圆满的爱情 因为没有 那是娶还是不娶呢 娶还是不娶 谁也吧 这个有时候 不是你要不要娶 是对方也在考虑这个吗 这个是两个人的问题 我们总是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的 你遇到个男孩子 你问我娶还是不娶 她还有问题 她娶你不娶你 是吧 假如你今天遇到个男孩子 你说老师我爱杀她了 我跟她结婚还是不结婚 我还得问问这男孩子 你走杯娶她吗 人家说我不走杯娶她 你还考虑这个问题 我举例啊 有一次我还真心遇到这样 有个女儿在问我说 老师我遇到个男孩子 你说我要不要嫁给她 然后我说等等 我先问问她 我问这个 我说你走杯不走杯 跟她结婚 不走杯 我说完了 你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了 这个问题也不用我答了 她不欠红尘 你说是吧 有些东西是这样的啊 如果只是从红尘的角度啊 是 有时候啊 两个夫妻打打打打 就很累啊 打架啊 或者是什么 但是就是原有点有债务 就是很深的债务 你欠我的我欠你的 就是打死不离红的那种 是吧 了了不了是原 就是 就要是两个人突然 放下以后 各自都能祝福对方 各自都能祝福 不再牵挂了 哎 就像两个能做朋友的 这种基本上都了了 如果有一方 还恨着另一方 或者挂着另一方 这种还是有些缘 但这种缘 有时候是逆缘 有时候是舒适的缘 有时候也是今生的缘 不知道 今生也能接缘嘛 现在接缘的方式很多嘛 有时候缘前 有时候缘深 就是这样 诸缘必尽空 我说的必尽空 知道吧 就是 其实众生 当然说我们在人类是吸缘的 珍惜缘分的 但最后你会发现 伤害你的都是缘 是吧 如果你不能够解脱流行 或者不能够正无空心 在这个世界 如果以人类的角度 最后最初你受伤的 或者受空的 都是诸缘在空 因为没缘还伤不到你 它靠近不了你 知道吗 如果你要以人类的角度 说放下外缘的话 你永远放不下 本来就没有 诸缘必尽空啊 修行者的角度 坐在这儿 今天此时此刻没有啊 在你的身心世界里 在你的世界里 诸缘必尽空啊 没有啊 这是内政境界啊 外缘才是 你我这个东西 三楼体空 这叫修正 心中无一法一念 心中无一法一念 一个缘 没有 对吧 这不是无情 然后不舍慈悲 修正方法 如果说你舍了慈悲 因为你毕竟你是从一个人类 你修行 这些都是方法 这不是还不是果位境界 果位境界 你是不知道你的 无一法一念 是个什么境界 你现在是一个人类 在破相的过程中 无一法一念 你会把所有的外缘放下的 把根层群放下的 你还不知道 所有的你破的东西 就是佛 就是空心 是吧 你还活不在那个果位上 所以你现在 你等于是放的时候很无情 如果你舍了十杯 你不就是个无其无一的人吗 是吧 有时候就会想自己拿捏不好 就是 你会拿捏好的 只要你有空性正见 你肯定拿捏好 相信自己 相信你们的智慧 你一定会的 就算做不好也圆满 你告诉我怎么要做好 是吧 怎么化是圆的 怎么做 没有定论 你有你那一刻的智慧 就是我再教你 你遇到不同的人 世界的智慧 圆是不一样的嘛 处理方式也不一样 拿也是智慧 放也是智慧 是吧 不拿不放也是智慧 是吧 结婚是智慧 不结婚是智慧 单身是智慧 是吧 你怎么都是智慧 那一刻就看你到达什么程度 但是在修行这方面 我能指导你 只要你随着你对空性正见的圆满 我相信人力这些事情 你肯定能搞定 怎么会搞不定 人力三位很小的事情嘛 而且都放不在你心上 知道 有些事情都不处理 就像小到什么程度 就像你现在看见一个十岁的孩子 在那玩小汽车 他那个小汽车一个咕噜烂了 坐在那哭了三千 你觉得这件事对你有影响吗 唯一的就是 你看这样放不下 那个小汽车那个咕噜 已经对三十对人不是了 给你一个小汽车烂了咕噜 你也不会哭的 是吧 因为他不在一个平面上的 就算你明天你成到了 你结婚了 娶了个娶了个 嫁了个丈夫 如果你的丈夫不修行 或者你的丈夫是个人力 就是完全不修行的人 就是完全是个好人 三位角度的一个好人 你也会宽容他所有的 因为对你来说 就像那个十岁的小孩子 就在那玩气球 是吧 他哭他闹他什么 你会有什么反应 是吧 这么了解 不用找那些东西 不用哭 是吧 有钱这么一个没钱 你哭啥呢 没钱就烂了 玩一下一下嘛 是吧 你会 这种事情还有智慧处理吗 是不是 随着你的成长 你是三十岁的时候 这三维的事情 就是你处理三岁孩子的事情 你觉得需要智慧去明辨是非吗 需要找一个角度处理吗 需要怎么样解结吗 最大的佛哉人眼经理 最大的贼六贼就是你的六根 每天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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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真的那假的 这真的那假的 就这么骗 是吧 这真的那假的 嗯 这真的 就是选择答案 这就像刚才那位思绪 我又说了三个答案 这真的那假的 这个答案真 那两个就是假的 那个答案真 那两个就是假的 真假真假 不断的这样 人力就是这样思考回去 嗯 所以希望大家记住 因为佛学流传到 发展到今天 因为尤其大乘佛学里边 释迦牟尼佛在屏蔽 就是说神通啊法术 都是小数啊 就是不在 所以大家会误认为 一个好人就是个佛 你知道吗 你你不破我之人像 你就能成佛 这是不可以的 所以你一定要破掉 三位人力的头脑 这个是需要通过禅定 来达成的 不是你做了些善行 你这个好人 甚至你连好报 都达不到有时候 因为你的习气在那呢 所以习气会导致疾病啊 导致地狱般的幻境 并不是你做了几件好事 你真的就能够 甚至是到了天道 这点都你都 何况你还能坐在那说 你是佛 本性是佛 但是你活不出佛的境界了 风采 你知道吧 所以需要修正啊 所以不要就是说 而一旦突破人力的局限 解析极限 什么样的奇迹都有可能发生 超越人力的奇迹 你的见门角色会打开眼睛 你会眼睛掉下来的大跌眼睛 完全不是 四维五完全不是你要的 你看你现在看见的样子嘛 是吧 所有的境界啊 你的世界会完全突破 不是你要的 不是你的样子 不是你现在看见的样子 所以一旦你明白了 若解诸像飞像这些如来 就是佛说不是这个像是假的 什么你认了 是非像 非像是什么 这是给人力说的 不是你看见的样子 诸像飞像 不是你看见的样子 也跟天人说 天人看见这个是光 说不是道光 不是你看见的样子 人力看见是个 是个瓷器嘛 不是 本质不是 他只是写了一个像 在三维 因为这个时空的原因 因为你有横平素质高度 然后写些 在这个箱子一样的 这个小空间里边 这个东西 显示了它的大小方圆 知道吧 它是大 它是小都是人力的认知 是吧 人力比它高大 就觉得它很 它很小 这个茶杯很小 甚至把它用来喝茶 一只蚂蚁过来 它就成了汪洋大海 都是相对界里的 大小远近高低 是吧 是不是 觉得它是 一只蚂蚁会 逆死在这里 是吧 所以你的困难大小 你家里的事情的困难大小 在于你怎么比较 心理的成长力 你心的承受力 所以这件事大还是小 在于你的承受力 还有你的执着程度 所以你在乎的都是大事 你执着的都是扛不过的坎 你执着的就是过不了的坎 你在乎的就是大事 哪怕它就是轻易红毛 知道吧 怎么破 拿佛的智慧破 金刚经剥弱智慧 佛的智慧破 知道吧 然后你会看了金刚经 你会觉得 哎 佛也啥也没说 我这个感情好像从这个佛里面 看不见怎么破 因为阿罗汉地怎么不会问 说我爱上人了 咋破 那人家都慈见了 是吧 能眼睛有这个 正好有这么一个姻缘 所以能复着 但金刚经其他的都是 就叫 慕接连宗子 雪立佛会问佛 说 我刚才出去爱上一个姑娘 我怎么办呢 我纠结了 他不会问这种问题 是吧 都慈见经验 戒律经验 但是你好像我们遇到的大部分在家人 都是这种 庭案问题 教育孩子的问题 这都是阿罗汉不问的 教育孩子怎么办 上网了 有网瘾我怎么办 老公出口又怎么办 孩子的问题怎么办 我想要孩子是吧 老人上游老下游 要工作和休息的事业的问题 阿罗汉地这全没有 人家不工作 脱薄的 是吧 没孩子 是吧 出家了离奇区域了 你看我们现在面临的 迪阿罗汉都没有 是吧 但是不是这样 金刚阶的智慧可以帮你破 三轮提空的开世界 去修正 去修正 知道了 然后你就獲得最大的力量 来去 你可以解脱轮回 别说是处理你三界这些小问题 处理的那些小情感啊 处理那些 你的破一切像你都是一切了 他不 是吧 你都跟这个世界无法 不在 你是一切的时候 随约起于空性的 你比如说你现在有一个 喜欢的男孩子他走了 或者喜欢的女孩子他走了 如果你 你能够了解 如果你坐在空性证件里边 能够有一点点辜负 你就知道他不过是在你心向里边 生出的东西 他起源于你的心向 这个男孩子女孩子是个什么样 长得什么样 他的秉性是什么 这个好或者 他是起来自于你的心向 他怎么能跑出你的心呢 就没有分离这回事 他来自于你的心向 他就不会丢 他不会走的 情人眼力出现是 那个情人是从你的心里产生的 并不是真的那个人是那样子的 所有的你对这个世界万发的认知 是来自于你们的心 包括你现在坐在看我的 都是来自于你们的心向 你心里怎么认为他的 他不会和你分离的知道吧 在你的心中有他就不会跟你分离 他分离不了 有事有事跟着他分离不了 你的心中 他来自你的空性 他起源你的空性 万发都起源你的空性 你的世界知道吧 那是 不会离开 你的孩子什么样 父母这样 都是起源于你的心 并不是你的父母孩子 真的是那个样子 是起源你的心 你执着 你认知不断的在这儿 然后你就制造很多 六道三界六道幻界 在那儿空进去 时空是起源于你的心 时空也是 好像真的是会随着心的变化 是啊 所以你就不 所以佛说你看见一大堆 起源你在空性 看见一大堆幻境 然后你就跟着幻境进去了 人家佛没进去 人家是当幻境的 但你进去了 你进去还不是玩 还生的是教证 你知道他是幻境 但教证 为什么 你说我也不想 我也想想佛 不动啊 那就是幻境 你有喜气啊 你情不自禁啊 你有本能反应啊 你说不思气就生了嘛 所以这不得靠修正 不能反应 欺负自己怎么破 是吧 坐在那儿修禅定 三轮体会修禅定 这不就破了 是吧 所有的修行都出不了 所有的法门都是为了你定住的 坐在地上 是你开闪了 就各种想法 就这样修 我都可以接着 你更多久 咱们当然在误言 都是被迫石的 也要作证题 啦 白天 明天